2020年爱多美的生涯规划书升级了 第一页填写姓名、会员编号、所属中心 参看梦想朴涵及董事长的续言和填写说明 本次更新的爱多美生涯规划书共有八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愿望清单 这一页要填写您个人的愿望清单 填写要点 清单内容要具体、可评估、能实现、现实 要在锁定的期限内填完 第二、人生车轮 过上好日子、彼此相爱、求知学习、做出贡献的生活 这一项要勾画出实现这四大类的均衡的生活 填写要点 用八个关键词来定人生的目标 定下关键词后将自己的现状标成一个点 将这些点连接起来划出车轮 为了达到目标 接下想要实现的具体内容 第三、大计划三 这一页要立下爱多美级别的目标并进行管理 填写要点 以三年为期限 填写具体的目标级别、收入、PV 第四、每月人生车轮 这一页是要评估自己是否在按照最初计划的人生车轮逐步的旅行 填写要点 价值观和目标会进化 对变化的目标要进行更新 从而完成更好的人生车轮 第五、每月营销目标与计划 这一页要填写当月的实现目标与计划 填写要点 以成功的八个阶段为中心 填写当月的营销目标与计划 要具体地填写工作所需的活动清单 在下端要把当月分成上下旬 记录收入、销售PV与级别 确认现在的状态 为下个月的工作坚定自己的意志 第六、每月八大核心的评估清单 这一页要填写行动方针 以帮助每天有规律的实践营销工作 填写要点 八大核心是指读书、看VOD、参加会议、 使用产品、STP、拓展消费者 与推荐人商谈、积累信任 每天用OX来标记是否一一旅行 第七、每月成功的八个阶段评估 这一页要对每月的营销工作进行自我评估 填写要点 用1到5分来对成功之八阶段的各项目 进行营销实践程度的评估 连接这些点合计当月的分数 算出自己的营销成绩 还要记录对营销工作的反馈 做自我反省使营销工作更有进步 第八、未来的我指现在的我的一封信 这一页是人生剧本的最后阶段 是未来的我写给现在的我的信 填写要点 假定未来的我实现梦想的明确时间段与主题 生动地描述出自己未来的状况 可参考梦想朴涵及董事长 那生动的样本进行填写 爱多美生涯规划 能够指引正确的爱多美营销方向 将为会员指引成功之路 更新版本的爱多美生涯规划书 可以在爱多美购物网上订购